记者陈宜嘉台北报导,台铁今成年仅37岁的张信车长日前在家中猝事。 据台铁员工透露,张员事发前连续上班6天,且长期睡眠不足,还要照顾重风母亲自身也患有高血压的她体力不堪负荷,但曾向主管提出站立乘务工作未果。 台铁表示,工时符合规定。 台铁工会则声明,工会查证张员工作班表与出勤记录因无过劳情形深入了解发现张员长期受诉讼案件缠身责苦,起因与同仁检举,也导致她长期情绪低落。 工会深表遗憾,工会设有法律辅助办法,可协助会员提供咨询或补助。 台铁表示,张员事发前两天上班不到12小时,当天上午在家中因心因性疾病过世,但经查张员并未提出调职,竟曾询问是否能请示清假。 车班工时均符合相关规定。 主管也没有不准假,6月至12月试假,病假,特休共请22天。 但据台铁员工透露,张员长期轮班,睡眠不足,加上需照顾生病家人,自身也有高血压疾病,体力不堪负荷,一度打算申请调离乘务清雾。 但主管称人力不足,因此打算申请留职平心,她在事发前因感冒身体不适,休假时再多请病假。 事发当天上午,张员曾询问同事请假是否获准,不料随后家人发现她没有下楼吃早餐,查看才发现她已无期呼心跳,急救后送医抢救人回天。 罚术 台铁表示,对于张员不幸离世汉事,台铁深感不舍与遗憾,车班组主管隔日已亲赴张员家中吊咽并慰问,对于网路流传过劳,经查其任职于高雄车班组担任乘务工作,每日平均工时为6小时40分,每月延长工时均符合劳基法制规定。 台铁表示,目前车长编制原额为790人,但实际原额有806人,有16人从车站借调跑车考量人力需求,已向行政院请增300名车长原额,但台铁近年大幅增班,原有人力早不负致应,台铁争取2860名原额,行政院至今迟迟未核定。